我在高校 藉著熱鬧 掩蓋著心跳 邊哭邊笑 又要說這一個人真好 自己當歌手來講喔 因為演戲是另外一件事情 MV當歌手來講算還蠻大的突破耶 對不對 對 因為以往都沒有這樣的突破 那這一次會有這個想法 其實公司是要讓大家可以知道 其實我在 因為用我的角度 我的角色去扮演出 就是人在談戀愛的過程當中 會有四種不同的接吻方法 剛在一起的時候會有那種前情的吻 對 然後會有積吻 熱吻 到後面分手的時候 你不覺得分手的時候 總是對方都會說 你可以叫我追身Baby嗎 你可以請我追一下嗎 在一起相遇到分手 那種感覺的心情的過程 所以這一支的MV跟歌詞是寫得很貼切的 真的 可是有時候去唱KTV 有人點這首歌 我看到後面我自己都會不好意思 大家都會說 喔 更緊欸 緊得太好了 但是我覺得 會害羞嗎 會啊 真的 就朋友在那邊 喔 你看看你 很會親 你看 我就是趁那個時候把歌切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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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的部分大家都知道 你真的很擅長搞笑 你是從什麼時候發現自己這個部分的天分 從事業走到瓶頸的時候 以前不知道對不對 以前不會搞笑 以前搞笑是交給歐漢森比較多 因為我那時候自以為是偶像 長得很帥的偶像 所以交給歐漢森 可是在後面他去當兵之後 就遇到瓶頸了嘛 那世界走下坡 那時候就開始覺得 因為我走的路已經遇到了死路 我該要轉彎了 然後轉彎那條路呢 就要拋開那一切去做 你可能沒辦法承受 以前沒有想過要做的事情 從那個時候開始變搞笑了 一開始有沒有掙扎過 有啊 你沒有辦法不掙扎 因為你要的 你需要費用 因為你有欠債啊 所以你一定要放下你曾經 堅持的那種信念 就我要當偶像 可是你現在還是偶像啊 可是那時候沒有人幫我們當偶像 那時候把我們當的就是 諧星啊 諧星這樣子 對 就以現在來講 應該算C咖吧 如果那時候 真的 沒有那麼糟吧 有 沒有騙你 如果在剛開始要轉的那個瞬間的時候 沒有就是在主持那個過程啊 然後就是從C咖 然後開始就主持節目啊 然後遇過很多的過程啊 所以在那個時候其實 我也很感謝有這樣的一個經歷 讓我更珍惜每一件事情 嗯 你好 永 candle dumbbell 你好 你好